最近,P哥三刚播出几期,就有网友不淡定了,原来是有人扒了P哥三中几位哥哥的手表,发现他们中手表最便宜的有6.4万,最贵的有43万。 而下面还有网友说,他们好低调,明明有几百万的表,非要带几万块的,要知道,手表只是这些明星资产的很小一部分,而他们能动辄上万上百万的名表,可以说真是有钱的和我们不是一个次元的。 细数P哥三中这些哥哥的资产,有不少哥哥们的豪真是能让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颠覆无数次。 胡冰,在2000年的时候,胡冰曾与路易、陈坤、李亚鹏并列中国内地四大小生,但自从事业巅峰其他出国深造之后,胡冰在国内就已经慢慢地过气了,不过这似乎丝毫不影响他的有钱。 早在2015年,胡冰就上过一个日本综艺,综艺中他为观众展示了自己的大到惊人的衣帽间。 作为模特出身的胡冰,时尚资源一直不错,他的衣帽间里自然也收藏了不少名牌包包、鞋子、服装等。 但恋人没想到的是,胡冰表明衣帽间物品的总价值估计有40亿日元。 想过贵,没想到这么贵,随后,胡冰还表示自己喜欢收藏手表,说着他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十年前收藏的一块表。 这块表中有他名字首字母HB的相钻定制,价值约3000万日元折合约154万人民币。 2015年的十年前,也就是零几年时价值100万的手表,胡冰你是说买就买啊。 而在P格3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旧仙岛片胡冰就换了三块手表,其中一块8.6万,一块10万,而最贵的一块则是43万,足见豪横。 而能装下胡冰这个豪华衣帽间的豪宅,位于北京,占地720平方米。 据他套路,这个房子大概价值10亿日元。 热爱名表的胡冰,豪车也不少,几年前他在上海朋友聚餐, 被拍到开的是估价在100万左右的奔驰S300。 硬汉当然适合配出广豪卖的越野车了,胡冰就有辆奔驰的G65越野车,帅气英朗,估价近400万。 奔驰迷胡冰也有法拉利,这款法拉利488估价在400万左右,看起来像一个写嘴笑的小恶魔。 又有北京大豪宅,又收藏名表名车的胡冰,实在是富得令人震惊啊。 蔡国庆,与胡冰不同,蔡国庆喜欢中国传统文化,爱收藏古董,古丸等。 蔡国庆家里有一个专门堆放这些古董的地方,瓷器,玉器,翡翠,家具,书画等堆满了各个角落,可见他收藏之多。 也正是因为他家里古董古丸藏品多,再配上蔡国庆喜欢的红木家具,显得古色古香,朋友开玩笑说他家就像一个小故宫。 蔡国庆曾在综艺里修过自己的各种古董藏品,他拿出的一样小酒中就价值180万。 他还收藏了一件破损的青庸正年间的青花云龙温大天球瓶。 据他套路,现在一个完整的天球瓶,大概价值一两千万。 热爱中国文化的蔡国庆,连豪车也选了国产的红旗H9。 这辆车目前估价在40万左右,但蔡国庆是受红旗企业邀请豪华定制过的。 据说不论是性能还是豪华程度都不输劳斯莱斯。 而在早些时候,蔡国庆的座驾是一辆红色的奥迪A7,这辆车估价在78万左右,可以说是低调奢华。 蔡国庆不仅长相文雅,连收藏爱好也是文雅古典,坐拥着小故宫的他。 平时生活却十分低调,恋人佩服。 林志颖,林志颖是大家都而熟能详的艺人,据估计他的身家早就超百亿了, 因此他的豪横也非常明显。 在P格3中,林志颖带着18万百来世手表出镜过几秒, 但这块表应该是林志颖手表中非常低调的手表了。 要知道林志颖可是戴RM的人。 在出席之前的一次活动时,林志颖被拍佩戴价值上百万的RM手表。 这款全球限量500只,市场行情超过300万左右,可以说是一只行走的超跑。 而林志颖的妻子也同样豪气,随便一拍就被网友发现带着劳力士。 这块劳力士市价约381万元左右。 比起手表来,林志颖的爱车更出名。 作为赛车手的他拥有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福特、哈雷、保时捷、奔驰、宾利、宝马、奥迪等等各种商百万的名牌车。 除此之外,他的车库还停着一辆价值1.2亿的兰博基尼跑车,简直可以开一个汽车展览馆。 而拥有上一身价的他,豪宅自然也不逊色。 据说林志颖在台北花了2亿台币买下了三层独栋豪宅,光是装修费就花了500多万。 房子大道里面停放一辆跑车就像摆上了一个玩具一样。 随后他又花上一新台币打造了一整套智能家居系统,也因此他的豪宅被称为全世界最智能的未来世界,可以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豪宅相提并论。 在林志颖的豪宅外围还有一个大花园,尽显豪宅的优雅和靓丽。 作为不老男神,林志颖的名气也没怎么摔过,成家后的他既有漂亮老婆和三个可爱儿子,还坐永属不清的豪宅豪车名表,真是幸福美满。 马伯谦?马伯谦是富二代,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? 马伯谦从小生活在美国纽约,父亲马清韵是美国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,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,母亲李守宁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国际建筑师。 马伯谦的外公外婆也是体育界的有名人物,马伯谦的外婆是中国女兰主力,外公李安格更是建国后第一位中国女排教练,电影夺冠中就有对他的描写。 家里满满当当的大人物,这样强强联合的优越家境在富二代中也算是少见。 这也难怪马伯谦和父亲日常聊天就是平平淡淡的五个亿的项目了。 和一般明星的豪宅不同,父母都是优秀建筑师的马伯谦,家里的豪宅酷似太空博物馆,设计感十足。 大伙的美聚摩登家庭还曾在这所房子取景,足见这栋房子的奢华和高级了。 马伯谦老家是西安的,所以他们家在西安老家也有房子,建在田园中,比起国外的豪宅,西安的房子更加低调,是小木屋的样式,富有艺术感。 房子后则有一座瞭望塔,可以说是清闲雅致。 除此之外,马伯谦在西安的老家还有个超大的酒庄,连陈鹤听了都当场叫起马哥。 对于车,马伯谦就略显随性了些,据说当初父母让他开豪车,他担心太高调,就选了自家最低调的宝马M4,这辆车的市场估价在一百万左右。 啊,普普通通的低调百万豪车是吧。 据马伯谦身边朋友爆料,马伯谦连车钥匙都随便扔,他也因此被朋友调侃称他们家有钱到这些东西随便丢。 但这种随性,也正说明了马伯谦豪的十分有底气。 虽然明星的豪大家一直都有所耳闻,但P哥三中好几位哥哥的资产动辄上亿,还是令人瞠目结舌。 更何况,P哥三中的大部分哥哥已经挣到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了,世界的层次大到总让人感觉明星和我们用的都不是一个货币单位。 哥的代名表,开豪车,住豪宅,P哥三中的哥哥们也太豪横了,真是有钱人的几张照片就比我们普通人的一生还要精彩。 之后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